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0月26日星期二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说曹操 曹操道 昨天我才讲到王沪宁 今天王沪宁就出现了 是中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会议 这个会议叫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 说是恢复 这两个字是冒用 实际上是夺取或者说窃取联合国席位 因为之前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席位 如果以前有 后来被剥夺 后来恢复 那就恢复 以前是中华民国的席位 是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夺取了 窃取了 这才是正确的说法 这个会又说是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并发表中央讲话 接下来显然就是中央讲话要在全国人民中极其强烈反响 随后就是中央讲话单新本出版发行 话说是王沪宁出席了这个会议 非常古怪 因为这个会议中办主任政治局委员丁薛祥出席 很正常 因为他是中办主任 总是委随总书记左右 另外杨洁篪出席 他是主管外事的政治局委员 外事办的主任 另外说王毅主持会议 他是外交部长 但是王沪宁跟这个会扒杆子打不着 他却出席了这样的外交盛会 因为他是书记处常务书记 政治局常委 他是主管意识形态的 他无论如何 他的整个工作范围没有跟外交相关的范围 书记处有7个书记 其他的6个书记负责 有什么中宣部 有中办 有中组部 有负责统战工作 如果说这些都在王沪宁常务书记的领导之下 也都没有出现负责外交方面的工作 但是王沪宁就居然堂而皇之的出现在这个重大的外交会议场合 如果说换一个政治局常委 说是总理李克强出席 还说得过去 因为李克强本身主管外交工作 因为外交部就在国务院之下 另外 如果说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 那也很正常 因为王岐山分配的工作就是主管 协助国家主席主管外交工作 尤其是主管中美工作 不过最近习近平为了架空他 故意用另一个江派常委韩正取代他 如果说是韩正出席 也勉强说得过去 因为韩正还有一个副总理的头衔 第一副总理的头衔 政治局常委 但是由这个江派参与王沪宁来出席 显得不伦不内 因为他跟外交工作 我说过 八杆子打不着 这说明了昨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篇文章并非虚言 美国作者 资深的政治分析人士ST李昂先生 他发表了一个长文 说王沪宁的恐惧与胜利 或者说王沪宁的胜利与恐惧 其中讲到说习近平显得权势很大 但是也许有一个人比他权势更大 就是现在这一切 中国朝左转 极左路线打倒一切 扫荡一切 打击各行各业 什么共同富裕 假计共同富裕为名 都是王沪宁的策划 王沪宁的手笔 说他制造了这一切 有可能并非虚言 因为看上去习近平想排除王沪宁的领想 没有达到目的 尽管清晰的一些媒体说主管第三次历史问题的决议 是由中宣部长黄昆明就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习家军人物在主导 但是最终有可能扰不过王沪宁 可以说第三份历史文献的决议 最终还是要由主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长王沪宁来拍板 另外尽管去年换了一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换上了江金权 江金权明不见经传 显然也不能跟王沪宁的实力相比 尽管是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不再是王沪宁 但不排除王沪宁 对这个机构直接领导 所以王沪宁看上去仍然是很有势头 虚担涉入他完全不存在的 完全无关的外交工作 就可以看出背后有强大的势力 而王沪宁在2019年就首次罕见的涉入了外交工作 当时中共召开了一个百名驻外大使回国的工作会议 当时非常吃惊 居然主管外交部的国务院容理 李克强没有出席 而是主管党务的两个人出席了 一个是总书记习近平 一个就是常务书记 书记组常务书记王沪宁出席驻外大使 发出的强烈信号就是党管外交 党指挥外交 党指挥外交 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战狼外交 就在2019年那个会议上所发出的 所以最后就是战狼外交到处咆哮 就把李克强主管外交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拍到一边 这一回 两年过去了 又发生了这个情景 把主管外交部的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拍到一边 而是由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出席大会 王沪宁相对于近距离的监督监控习近平 习近平在那儿读稿 读得非常艰难 最近几年他的本事就是不管开什么会 他都能把它开成追悼会 不管读什么稿 念什么稿 号称中央讲话 他都能读成像自道词 搞得王沪宁坐在旁边 脸色铁青 脸色灰白 非常不自然 王沪宁心里可能在想 你读吧 你念道词吧 念道词 念道词 你给我念 你不把这个党念垮才怪 你天天自道词 习近平这回又知道了 慢腾腾的前方可能放了一个提示板 艰难的看着前方 非常费力的在那里读稿 虽然报道说当天北京天高云淡 阳光明媚 表示北京没有大洪水 没有大爆炸 又说人民大会堂是灯光璀璨 鲜花土焰 就表示人民大会堂没有断电 是特工 没有断电 停电 缺电 但是习近平一进来之后 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沉重的气氛 就是追悼会的气氛 读道词的气氛 王沪宁就在旁边当监供了 监视 这个会议除了习近平讲话之外 表面上还请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讲话 但是中国听众都以为古特雷斯到了现场 其实他就是通过视频 远距离的致辞几句而已 中共的报道居然不提 光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致辞 都不提他人在哪里 另外这次的所谓的盛会显得中共非常孤立 因为除了联合国秘书长之外 只有两个外国人致辞 一个就是俄罗斯驻中国大使 还有一个是阿尔及利亚驻中国大使致辞 其他就没有了 反而凸显了中共的国际孤立 共产中国在国际上四面楚国 八面受敌的孤立处境 习近平在讲话中 具体说是读稿中 是王沪宁等人炮制了稿件 说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 我说了这恢复是错误的 是抢夺 是窃取 窃取了中华民国的席位 说50年来中国怎么走和平发展之路 其实那是1971年 这50年 中共绝对没有走和平发展之路 因为就在1979年就发生了中越战争 中共主动入侵越南 攻打越南 为了支持红色高棉 在柬埔寨屠杀四分之一人口 中共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 越南是推翻红色高棉 把红色高棉赶进丛林 中共为了去牵制越南 就在背后进攻越南 就是一场血腥的中越战争 中方是大败而归 丢下了无数的尸体 数万的尸体 之后 最近几年号称走和平之路的中共就在南海制造了紧张 跟南海周边国家都全方的对抗 最近还有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分别向中共提出抗议 另外又在台海制造极度的紧张局势 外界的评价说台海战争一出即发 就标志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另外中共还在东海跟日本冲撞 所以所有这些给人的感觉根本就不是中共走和平发展之路 而是走冲突 冒进 扩张之路 甚至是侵略之路 然后习近平又号称中共遵守联合国的线张 说联合国有193个成员国 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遵守 说不能有少数国家发声 要大家一起发声 说任何国家不能例外 但是中共恰强是个例外 中共处处违背联合国宪章 大的宪章包括中共签订了联合国的什么人权 这方面的公约 也签订了政治与文化权力的公约 但是中共在国内从不执行 签订了 中共政府去签订了 甚至故意让人大不通过 这样执行不了 另外中共严重违背联合国的决议 它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但是联合国通过决议 比如说制裁朝鲜 因为朝鲜搞核实报 北朝鲜 结果中共参与了决议 甚至穿越了决议的撰写 甚至偷偷赞成票 但是根本不执行 却偷偷的向北朝鲜运送石油 甚至是核原料 核原件等等 去支持北朝鲜 违背联合国决议 而最大的违反就是联合国本来下面有很多的机构 比如说设置了海洋法庭 有国际仲裁法庭 它是联合国的一部分 任何联合国成员国都应该遵守 但是联合国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裁决 中共在南海地区的主张完全非法 不存在什么九段线 什么十段线 周围都是公海 中间的是公海 中共的人造的违法 而且中共侵入了越南 菲律宾这些国家的经济专属区 二白海里的经济专属区都是违法 但是中共居然不承认 不理会 不执行 依然故我去继续霸凌南海周边的小郭 所以这说明中共完全是说两套标准 根本就是虚伪 但是习近平在讲联合国是一个整体193个成员国 任何国家都不能例外的时候 他的潜态就是只有我中共例外 我中共不遵守 其他国家都应该遵守 而还有一件严重的事 就是联合国有一个下属机构 叫做国际刑警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有193个成员国 中共花了很大的大钱把自己的公安部副部长孟宏伟 搞成了国际刑警组织的主席 但是居然由于内部的权力斗争 习近平假装通知孟宏伟回国开会 就给扣押了 抓起来 判刑 判刑14年 然后把人抓起来之后 根本不通知国际刑警组织 只是一个星期之后给了一张条子塞给人家 说孟宏伟辞职了 而孟宏伟辞职下面打印都没有签名 下面打印了一行字 说孟宏伟辞职 然后孟宏伟签名 根本就没有签名 就是两行打印字 就把拥有193个成员国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刑警组织 就这样打发了 这就是公然的蔑视国际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霸权主义 单边主义 完全是不顾任何的国际规则 不要说不顾国际规则 连国际 起码的国际礼仪都不顾 其实提到联合国2758日决议 现在美国方面提出了异议 首次表达 1971年联合国2758日决议虽然是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问题 但并没有解决台湾的问题 就是台湾在联合国处于未定 这个说法可以说一时及其牵扯浪 因为这是台湾方面一直在解释 就是台湾地位未定论 尤其是联合国的席位 当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 中华民国就退出 据说简洁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说 汉贼不两立 不跟共产党同于青天之下 就是不共戴天 退出 但是后来台湾的主流民意显示 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为在联合国应该拥有席位 因为台湾人口有2300万 可以说在世界上不算是一个人口上不算是小国 尽管地域上岛的面积是3万多平方公里 但是人口可以说跟北朝鲜都差不多 而北朝鲜跟南朝鲜 就是北韩跟南韩在联合国都有席位 以前的东德跟西德也都有席位 说台湾进入联合国拥有席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是正常国际的表现 所以现在美国可以说首次提出了这个问题 就是认同了台湾的地位未定 在联合国的席位未定 也就是留下了空间 联合国可以讨论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就是台湾可以加入联合国 以中华民国的名义 或者以台湾的主流民意想以台湾的名义 但是台湾现在的国体和国号是中华民国 很有可能以中华民国的名义重返联合国 当然 这也有一些困难 那就是中共在联合国纠缉了一些亚非拉 中东 非洲的 这些他的所谓的穷朋友 一带一路的 撒钱的 经常是用撒钱的方式来去套他们的票 尽管中共在国内从来不投票 也没有选票 但是联合国假装要去拉票 投票 去绑票第三世界 凑成国家多数来反对美国 或者是台湾 或者是其他的决议 所以双方会有一番博弈 但是美国提出了这个话题 其他国家也有跟进 中共显然显得很慌张 中共的党媒党报就马上跳脚 高声的叫骂 说是美国有什么图谋等等 又说是绝对不能够得逞 但是既然是提出来了 事情一步一步往前做 再加上中共现在受到国际孤立 而台湾的国际地位日渐提高 被国际社会所认同 因为台湾是民主体 至少是多数国家的价值同谋 所以台湾加入联合国 恐怕有朝一日会实现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梦想 但恐怕并不是遥远的梦想 更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当然 这个所谓的纪念活动 习近平讲话不是重点 重点和看点还是王沪宁 一个部主管外交系统 外交工作的政治局常委 书记处 常务书记却出席了外交场合的大会 习近平宣称自己是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其实看上去 王沪宁是亲自读导 亲自指导 尤其是在场亲自指导 习近平不仅稿件 是他炮制的 而且要看着习近平读稿 仿佛老师看着学生一样 看样子 习近平虽然叫大家到处要学习习思想 小学生叫学 党员也要学 包括回国的孟晚舟也要学 在手机里积分 实际上学习习思想就是学习王思想 就是王沪宁思想 也就是说 习近平不仅是金正恩的学生 也是王沪宁的学生 双料学生 干了两届 总书记将近十年了 也就是一个学生辈的身份 纵观中共高层 近一两年 习近平重用的这两个人在政治局常委级别 一个就是韩正 一个就是王沪宁 而这两个共同的特点都属于江派 或者说江派的残余 或者说江派中的丰派人物 那这里就说明两点 要么就是说江派 真派 江曾 江泽民 曾前往这个派向仍然还有实力 那么留在政治局常委中的这两个江派人物 王沪宁和韩正 哼哈二将左右看着习近平 要么就是另一种解释 那就是习近平现在实际跟江派 或者说江派的残余 或者说江派的一部分是河流 试图在二十大之前 或者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取得某种优势 所以真正的对立派系是团派和其他派系 在政治局常委中 包括中立李克强 政协主席汪洋是他的对立面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是他的对立面 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是他的对立面 他把王沪宁和韩正当成他的盟友 或者说战时的政治盟友 而栗战书当然是他的亲信 心腹死党 除了中共高层的看点以外 最近两天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关于中国的经济 都知道中国经济每况愈下 尤其是习近平 王沪宁搞这一套轮番扫荡各行业 轮番扎烂各行业 轮番搞所谓共同富裕 收割钱财 收归党友 国有 收归国库 党库 收归习近平政权所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是节节走低 三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值从18.3%滑到7.9% 然后又滑到4.9% 有可能第四季度继续下滑 而整个外贸生产链 供应链都出现了非常恶劣的状况 再加上疫情反弹 动不动就封城封审 所以中国经济很明显的是走下坡路 是衰退 接节败退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新华社刊登了一个十问十答关于中国经济 十个问题 十个答案 新华社记者访问权威部门 权威人士 关于十个经济问题 但是没有说权威人士的名字 这十个问题无外乎就是讲中国经济从各方面来看 中国经济从消费怎么看 从供给侧改革怎么看 还有从外贸又怎么看 还有停电的问题 限电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以至于还有一些新的政策 什么共同富裕等等怎么理解 所谓的权威部门 权威人士的回答都是正面的 肯定的 都做出积极的回应 仿佛中国经济大面没有问题 各种手段都能够解决 有能力应付各种各样的危机 有能力解决限电问题等等 反正完全都是正面的看待中国经济 唱好中国经济 跟中国经济实际呈现的状况完全相反 但是大家都要猜测这个所谓权威人士究竟是谁 为什么不录真名 有一个亲媳媒体 亲媳喉舌就暗示说这个人是刘鹤 是副总理 政治局委员 是习近平信任的习家军人物 习近平通过他在国务院主导经济 这样的权威人士绝不想听李克强的 也不想听其他派系的 就是想听一下习家军自己的自说自话 但是如果是刘鹤做出了时问时答 为什么不讲刘鹤的名字 我想这里面有几种可能 一个就是刘鹤自己不愿意留下名字 因为这个讲话显然是跟习近平的意思一样 跟王沪宁的意思一样 就是中国经济你只能唱好 不能唱衰 刘鹤要做这个回答 刘鹤虽然是习家军人物 但他相对还比较改革 开明 务实 所以他心里想的是我不想说谎话 既然我非要讲这番话 要让我来讲 正面唱好中国经济 那我就不留名 以后我不承认 那是我讲的 我不负责任 中国经济出了大问题 别找我刘鹤 那不是我的意思 第二种可能就是习近平不让他留名 觉得你要是留了名 好像你是经济权威 就降低了习近平的经济权威 因为习近平讲的是党管经济 要么习近平来讲经济 要么王沪宁来讲经济 最好不要刘鹤居高 居高临下的这么一个姿态 好像是引领全局的姿态来讲 所以为了降低刘鹤的影响力 最好不要留名字 就只说权威人士就行了 还有第三种可能 那就是派系斗争 因为可能是李克强主管的国务院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对经济有不同的认识 李克强都是到外地视察 要么就是讲市场经济 跟习近平 王沪宁的党管经济形成对照 另外就是讲经济中的困难 怎么扶持中小企业 怎么解决民生问题 怎么解决能源短缺 还有煤电涨价这些问题 然后都动不动用问企业 有什么困难提出来帮你们解决 所以突出困难 甚至有一回就在习近平大唱 习近平和习家军大唱 全民小康 全民脱贫 全民富裕的时候 李克强却在记者会上公然讲实话 还有6亿人月收入只有千元以下 就顿时戳穿了习近平的神话 不存在什么全民小康 全民脱贫 所以由于李克强这个姿态 党内有分歧 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看法 因此要刘鹤来发表讲话 说中国经济大唱好 李克强很多人不赞同 国务院的其他人都不赞同 所以被迫就用这种匿名的方式 不留名的方式来讲所谓的经济 也就是说现在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涉及到方方面面 即便是在经济层面也有不同的方向 就是路线斗争 而路线斗争的背后就是权力斗争 究竟是走李克强市场经济这条路 还是走习近平党管经济这条路 现在在十一届六中全会是一个可以说暗中的较量 同理推到明年的20大 在20大之前也是两态的较量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也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